林倫偉議員 自己將何去何從 現時民政總署所管理的事務 涉及眾多民政民生方面 例如食品安全及化驗工作 街市的小販發牌及管理工作 食市牌照發放及監管工作 網吧和遊戲機中心的牌照管理 寵物的領牌及防疫注射 編寫古樹名錄及原林陸化 建築及設備工作及市民事務等 民政總署更加是公共地方總規章的執法部門 日後市政署主要負責的是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 提供服務及諮詢工作 對此不少市民、大眾及眾多的民政總署員工心有疑惑 設立市政署、撤銷民政總署 如何用三個瓶去裝多盆水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 民政總署會有多少人員被調配到其他部門 或者作自然性流失處理 這些問題都在民政總署員工心中產生疑問 他們希望特區政府在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同時 也要關顧民政總署員工的感受 適切地實行一系列措施 以保障員工福利待遇 拭除員工們的疑慮 激勵大家積極投入工作 堅守工作崗位 更好地服務市民 本人覺得政府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做好相應的細緻工作 首先 設立市政署 撤銷民政總署 有關方面要推出具體明確的方案 給民政總署的員工知識 拭除大家的疑慮和猜疑 做到平穩過渡 其次是要重視民政總署員工的特長 人盡其才 將有關的員工放在最適合的崗位開展工作 最大程度會發揮員工的能動性 畢竟員工的工作能提升 是機構最寶貴的財富 這點不可不珍視 再次就是特區政府應盡早說明 現職的民政總署各級人員 在轉職市政署之後 其身份 職位 工作 內容 薪酬福利 年資等方面 會否改變 市政署将來會作為非政權性市政機構 發揮服務和諮詢的功能 本人相信 在市民大眾的支持下 在現有的紮實的工作經驗下 員工們團結奮進 定能做好相關的服務提供 發揮好諮詢的功能 為特區政府提供更多貼近民情的意見和諮詢 多謝